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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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所以我們拉抱的脂肪都殘缺不全 就是不要看 然後 就是不要去亂跟同學講 就成了這樣子 恐慌的父母乾脆自己 在家裡充當點鹹處 前一陣子 台北市國小六年級的小班隊 傳出在學校有親密行為 嚇壞了不少家長和味道人士 因為這樣被送到警察局的小男生說 他是偷看了第四台的限制級節目 才學會模仿 你不讓我看什麼 我還是看得到 你不讓我知道什麼 其實我老早就知道 我有各式各樣的管道去尋求資源 尋求資訊 在這個角度上來看 其實有很多青少年 跟早期的黨外人士一樣 他們總有自己的管道去收集一些情報 去滿足他們自己對知識的渴求 十幾二十年前 當現在的成年人 還是國中或高中生時 滿足性幻想的主要來源 不過就是夾帶在書包裡的黃色書刊 而現在的色情影像 卻是赤裸裸 深色俱全地透過螢幕 公然入侵家庭 快播 0204 2296 根據兩年前的一項研究報告 台北市有三成的國中生 以及超過一半的高中生 曾經看過第四台的限制級色情影片 他們第一次收看的平均年齡只有13歲 更重要的是研究顯示 收看第四台色情影片 會影響青少年對性的態度 比如說 常看這些色情影片的青少年 比較能夠接受 在婚前和偶然認識的人 進行各種性行為 或是同時有好幾個性伴侶 但是我是覺得說 要讓大家對性的態度開放 是要透過性教育 而不是要透過 而不是透過A片 因為在學校的性教育裡面 它是一個教育的一個場所 所以才能夠真正以一種很自然的心態 去看待口交啊 婚前性行為 這些現象 但是如果是在A片裡面的話 因為A片 它又包含了蠻多的暴力 然後蠻多的亂倫行為 包括婦女之間的亂倫啊 或是母子之間啊 或是兄妹之間啊 師生之間 種種的亂倫行為 然後這會讓大家產生一種 其實是一種價值觀的一種錯亂跟混淆 就是大部分的青少年看 他也許自己不會這麼做 但是他會覺得說別人那樣做是很 沒有什麼很平常 五年前曾傳出一名十六歲的少年 有二十五個性伴侶 其中十個少女被他稱為老婆 經常在一起進行團體的性遊戲 這名少年不避諱地說 他們雜交的行為 都是從A片上學來的 他還記得 在念幼稚園的時候 父親就帶著他一起看A片了 所以他們曾經做一些這樣的實驗研究 就是拿兩種不同的影片 一種是這個強暴的受害者 他整個過程中他都很痛苦 最後他也都很痛苦 另外一種就是典型的A片情節 這個女主角剛開始說不要 後來卻很快樂得到高潮 然後讓這個受試者看這兩種不同的影片 來比較 那如果就是兩組受試者 那一組受試者 如果看的是受害者始終都很痛苦 他就會去同情那個強暴的被害的人 可是另外一組受試者 如果他看到就是典型的A片情節 就是那女人被強暴之後 還得到性高潮 那他就會認為說 其實他並不是受害者 除了第四台的色情影片 各家電視台為了爭取高收視率 也不遺餘力地炒作著性與色情 綜藝節目 廣告 連續劇 甚至新聞裡 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性暗示 我們也曾經針對 我們國內的世界無線電視台 做了內容的分析 從五月 五月底 五月底 做了一個內容分析 在一個禮拜時間之內 我們發現 我們國內的四家無線電視台 在色情方面 還有暴力犯罪方面 基本上比都滿高的 就這個 不論暴力 或是屍體畫面 還有凶器 還有暴露 等等的色情畫面 總折數 我們在一禮拜的內容分析發現 民視有165折 台視有208折 中視有195折 華視有212折 基本上從折數來看的話 基本上都滿拼高的 今天電視新聞很明顯 假如我們跟報紙來比較的話 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國兩制裡面 就是報紙所呈現出來的那個社會真實 跟電視是不一樣的 報紙基本上是把整個主軸擺在政治的活動方面 可是電視似乎把主軸擺在社會新聞的取向 那我覺得 這可能啊 是我們的新聞業 電視新聞業者 一種的自我墮落了 以主演日本成人影片相當知名的女星 川村千里 在今天以全裸的表演方式 出現在她的寫真集的發表會當中 由於整個表現方式相當的大膽 果然是吸引了大批的媒體前往 不過到底是寫真 其實以前我們很少很少 可以在電視新聞的畫面當中 看到某一位女星她又出寫真集了 那當然也許這樣子我們不敢講說這個是色情 也許它是一個很美是藝術的東西 可是類似這樣的報導 有沒有需要在電視新聞 這樣子大幅的來報導 因為這會造成很多我們的少女們 她們會她們的價值觀會扭曲 她會覺得說我何必這麼辛苦的去念書 我只要脫 我敢脫我就有名有利了 如果家長以為只要控制住電視遙控器 就可以將色情和性拒於門外 顯然是還沒有意識到網路時代的威力 國際網路業者統計 目前全球有多達23萬個色情網站 至於台灣本土的色情網站 去年在警方的掃蕩下 雖然一度減少到只剩下400多個 今年又回復到了1700多家 像年初被警方取締的韋伯成人網 就曾經吸引高達800萬人次上網瀏覽 在網路時代出生的青少年 對於這個媒體的掌控 遠超過大多數成年人 對學生來講 他們已經在網路上面 可以悠悠自在地 做任何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覺得 老師可能不懂 不要說社情網站 你可能連網路 你怎麼上網都是個問題 所以他們覺得 在學校裡面 其實老師沒有要給他們什麼 政大新聞系四年級學生 在今年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 台灣高中生上色情網站 其實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在接受調查的1300多位高中生裡面 就有近四成 曾經瀏覽網站上的色情內容 有很多時候他們不是主動去接近 而是那個網路自動來連接他們的 比如說他們就會接到 Email的廣告 然後給你一個網址 你連上去就是色情網站 那有的時候你甚至 比如說連到一些正常的站 比如說Kemo 他在那個Kemo站出來 他會先跳出來一個色情網站的廣告 對 然後你有時候是關都關不掉 色情網站多半還是以女性的裸照為主 或許這也可以說明 為什麼上色情網站的高中生 有將近八成是男性 而在這虛擬的世界中 女性被塑造成性玩物的情形 也更嚴重 有在上色情網站 或者是有在看色情書 可能有一兩個 十個裡面上面有一兩個 那他們通常會不會跟你們討論 會啊 有時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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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女性的身材比較好 對 或者是怎樣 那你設定說 在那邊玩的時候 你覺得啊 一個 我喜歡的女孩子應該是什麼一個樣子 應該扳人什麼樣的角色 比如說他應該很有女人味 比如說 當他跑到現實來的時候 假如他看見不對的話 他那個落差太大的話 他有時候 他就會變成 自己在做什麼 自己都不知道 對 或者我們說 角色認同 角色期待 跟角色理想之間 他就會落差非常大 當大環境中 充斥著色情網路 威爾綱 針孔相機 檳榔稀濕 以及0204收費電話 現代的青少年 當然有著和過去很不一樣的情慾文化 有沒有跟你們討論過這些 沒有 沒有 他們都不太會講 都是由我們主動去問 去問爸媽這樣 而且有時候問的時候 他們也會假裝說什麼 說去問爸爸或去問媽媽 他們就是假裝不會啊 不懂 就不想告訴我們就對了 那時候我們還小 還不想講 小時候 小時候 爸媽都有編過一個謊言 我們從石頭裡面碰出來 現在知道了 不是從旁路邊撿過來的啊 從內生對 裡面撿過來 對 這個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不同的 教材能滿足學生對這方面的需求嗎 我不曉得 那我剛才講說我自己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的性質是來自於廁所裡面的同台之間的道聽讀說 這內裡的討論 那甚至有很多的女老師曾經跟我講過 她們以前的性教育是衛生面的公司 跑到她們的學校去 然後為女學生來教 如果這樣的性教育可以來回答剛才那個劉立信老師所提出來的 學生想知道的問題 然後可以讓學生能問能想的空間跟時間嗎 我相信 學生提出來的問題 讓我非常休可的部分 就是從最後一個部分 保險套的部分 因為保險套的部分 它雖然是強調說是滿安全的 也可以預防性病 然後也是不用壓抑你的性的欲望等等這個問題 可是學生有一個提出非常勁爆的問題 她說老師 那這樣子呢 我是不是只要帶來保險套之後就可以 有點為首欲為 有點綜藝的那種表現 這是讓我非常感到意外的 根據性靈基金會所做的台灣性行為調查 有十分之一的台灣人 在15歲以前就出場禁國 這個數字比10年前整整高出兩倍 所以希望老師們教什麼 社會問題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滿重要的 就是說那個 就是那個未溫懷孕的年齡層在下降 然後台灣的比例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大家就有一點恐慌 所以我們的恐慌第一是來自於說 未溫懷孕的比例在增加 當年在台上台下一片臉紅中 匆匆上完健康教育第14章的這群成年人 驚訝地發現 由另一個世代主導的性文化正在成形 成人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很多成人都還是帶著舊的習慣 其實成人本身並沒有相對沒有很多的解放 如果他沒有特別去學習的時候 很多父母的那個教養的方式 是用自己的經驗來類比來推論下去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想像 我想我們的成人沒辦法想像說 如果他自己在20歲或25歲 才懂得性是什麼樣一回事的時候 我想他沒辦法去想像說 為什麼這孩子在12歲就懂得性 現在問題就在於 到底在這個性教育的領域當中 承認要不要面對現實 要不要務實地去幫助青少年 度過他們身上這種矛盾複雜的情感和情緒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繼續說 我們要封閉起來 什麼都不准接觸的話 這個就是一種情欲的白色恐怖 三月份由何春瑞主持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在桃園縣政府的委託下 為當地國小六年級以及國中生 編了一本以漫畫方式解說性知識的 青春性別快報 作為學校性教育的補助教材 國中教育 他們應該是不會講保險道 他們身上這三個字都覺得蠻罪惡的 對啊 可是你要是現在不講 他們就是這個年齡層最衝動 最容易會去想要嘗試 可是你不講 他們就不會知道 對啊 然後就是到事後才去怪罪 怪罪這些學生 這本漫畫在桃園縣議會引發一場爭議 縣議員說這是黃色書刊 我唸給你聽啦 多了這一個 少了那一個 少了那個什麼 多了那個什麼 你看看 這個我們也很多 校長很多專家學者都審查過了 應該他們也會思考很多事情 你的思考是一言堂 縣長你敢想如何不知道 但是我敢想心很痛 花公家的錢做這個黃色小說 我不贊成說這是黃色小說 因為他這個書是給國小五六年級看的 是在國小是五六年級看的 這裡面我隨便念一段線長你看 他說你就是這樣子老師麻辣學生了 你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你怕麻煩就不帶安全到 現在你看麻煩了肚子都搞大了 然後他還說他說戴保險套 他戴保險套可以避孕又可以防止性病 而且戴了保險套又可以降低敏感度 而且還不會早洩 你看看你看看 我這些問題我想 這個跟醫學界有用有關的 這嘗試也不能亂灌輸 這發育時間打手槍 甚至像很多小孩子都不知道 國中生高中等包括我都不知道 我一直到都不知道什麼叫打手槍 他裡面也講 我現在看到這書裡面也知道 什麼叫做打手槍 那是那些講話好像就跟我們 現在國中差不多 我們都講這些話 他們觀點跟我們不一樣 每個人觀點都是差不多 對 因為他們那個時代 跟我們這時代已經不一樣 對啊 那你覺得你們這時代是怎麼樣 比較流行化的 比較時髦那一型 就是所謂的新型人類 青少年的生活現實當中 其實對於身體對於情侶 有很多很輕鬆的很自在的說法 那如果大人還要假裝 他們一定要是一張白紙 他們什麼都不能知道的話 我覺得大人是與現實脫節了 因為生活在一個性禁忌 傳統的一個社會 小孩子他對這個性 他會很好奇 他會很喜歡瑕疵 所以你要去禁他 那是絕對不可能 我主張呢 一方面從小就把 用很正確的性觀念 性教育灌輸給他 那也讓我想起一個故事 我們在早年的時候 在推行那個家庭計畫 那個被交的那個夫妻 太太又懷孕了 就跑來跟他抱怨說 哎呀你跟我們講那個保險套 可以避孕 都是騙人的啦 你看我們都很認真地用 而且按照你的說法去用 可是根本都沒有用 我們還是懷孕了 然後這個家計人員也覺得很奇怪 他在那裡告訴我們到底是怎麼用 你是不是戴錯了還怎麼樣 他說沒有啊 我們每次夫妻行房的時候 都非常小心翼翼的保險套 套在手指上啊 才有性行為 同學會聽懂沒有 他什麼地方弄錯了 他戴手大 我從小我的小孩子啊 我就一直跟他談 一直跟他教育 什麼叫做現代化的性觀念 那我小孩子對這方面呢 他就具有相當的一個觀念態度 那有一天呢 他到了國中一年級 所有的朋友都在談 看A片 他有一天就問我 爸什麼叫做A片 我說你不要問我 帶你去租一片給你看 我就去租一片A片 我說你跑到裡面去看 看完啊你出來跟我討論 他進去五分鐘 他就跑出來 我說你為什麼不看呢 他都好噁心喔 無聊 這個就是說一個小孩子 他假如對於男女之間性的觀念 有正確的認知啊 你拿A片給他看 他會覺得很無聊 這個我小孩子本身的經驗 耶 哈囉 當40年代比基尼泳裝在法國問世的時候 沒有一個模特兒願意穿著他 在伸展台上亮相 而相隔不過20年的時間 當女性主義抬頭 迷你裙就在一夜之間 風靡了時裝界 迷你裙是一連串的